所以台长告诉你们,当一个人如果能够忏悔,能够觉得自己做错的时候,实际上他就是改正的开始。 举个简单例子,很多听众根本不知道,比方说他得罪这个人了,他嘴巴里呢就是不肯承认。 你越不肯承认的话呢,你麻烦越多,你毛病越多。 所以希望你们呢,能够承认自己的缺点,承认自己的错误。 举个例子,夫妻两个人吵架,你不讲一句对不起,对方就是不买你这个账,你们两个人天天在一起,就是不讲话,就是很难过。 那个时候,你只要跟他讲一句,对不起,我做错了,又怎么呢? 你这个忏悔啊,就能解脱很多的无尽的烦恼。 因为,你要记住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,烦恼来的时候,就是人家不理你,人家不裁你,人家恨你,你心中有个疙瘩没有解开一样。 当你呢,讲一句,我对不起你了,我做错了,事实上,你就把这个割的解开了。 台长有很多学佛的徒弟,也有很多学佛的听众,他们自己知道做错了,他们心里会很难过,他们看见台长呢,觉得对不起台长一样。 实际上呢,他们心中就是有一种忏悔意,但看见台长之后呢,他们一直心中很不舒服,他们也不能讲,但是又不敢讲。 等到台长看到他了,把他叫进来,跟他一讲,他说台长,对不起了,我做错了。 然后呢,他讲的这个字,实际上对台长来讲,台长觉得他是开悟了,对他自己讲,他把无尽的烦恼抛在一边,他马上就开心了。 大家要记住,一个人和菩萨是不一样的,为什么菩萨和人不一样呢? 因为菩萨他有无情无尽的,无从无尽的智慧,而人呢,他就是没有智慧,他只知道得失利益,今天赚人家便宜了,他就有利益可赚,他就觉得,哦,他活得很开心。 而菩萨是付出,是布施,所以菩萨永远活得很开心。 就犹如我们在人间,给人家好的时候,给人家多一点布施的时候,你就活在天上。 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一句话,什么叫小人,什么叫君子? 君子就是每天只想付出的人,就想帮助人家的人,就不想占人家的便宜,这就叫君子。 什么叫小人?小人就是每天都想占人家便宜,那就叫小人。 所以要记住,我们呢,有无尽的业啊,我们呢,有无尽的罪啊,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涯当中,也就是相当于这个悬崖边上。 我们每天都可能把自己推向悬崖,我们每天都可以把我们造成终身的遗憾。 大家想一想,每个监狱里面有多少犯人,那些犯人当一旦抓进去之后,他会多少的沮丧,他会多少的无限的惆怅。 他觉得,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?我为什么要去做占这个便宜啊?如果我不贪这个便宜,我一辈子我还坐着我的官呢。 大家知道,现在大陆有很多贪污腐败的人,他们一旦被抓进去了,被三规了。 就是在规定的时间,规定的地方,还有规定的项目当中,必须马上承认,如果你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,你就会出大事。 所以,当他是一个局长,享受着荣华富贵,当他是一个市委书记,享受着荣华富贵的时候,你想想看,等待的不当心就是他的铁窗。 所以,很多人在拿人家钱的时候,在做这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,他就是没有学佛。 如果他知道有这个因,一定会造成这个果,你说他还会去造这个因吗? 如果他知道,今天我拿了这个钱,我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到监狱里去,他还敢拿这个钱吗? 所以要记住,人在做事情的时候,要想因果。 你今天所有的果是你的因造成的,你所有的因也是预示着你将来要受的果。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,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悬崖边呢,我们每一句话说错了,可能引来的是杀生自祸。 你们知道现在多少人吵架,不就是因为一句话吗? 现在的流氓打架,黑社会打架,无非就是一句话。 一句话说坏了,对方刀子、枪都亮出来,你一句话不好,你说不定一拳就被人打成终身残废。 我跟我的徒弟出去散步的时候讲到一个人,为什么有些孩子就这么倒霉,因为他没有学佛。 一个树枝打了他一下,竟然眼睛就大瞎了。 你们想想看,我们身边无穷无尽的智慧不去学,而拼命的在走在悬崖边,而拼命的在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,再去想那些不应该想的事情,再去做那些愚痴的不得了的事情。 我们生活当中难道谁不知道愚痴吗? 你们想想看,谁没有愚痴过? 小年轻的时候,想象着自己要成为一名电影演员,用现代的话来讲,我有抱负,我有理想,但是你要看看,你这个抱负跟你这个理想,你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? 它有很长很高的基础,就是这个基础。 这个基础要看你的条件,你的条件不成熟,你去想这些事情,你实际上这就叫愚痴。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,大家都要明白这些道理,我们平时做人,要想到,我们做错的事情,我们已经被习气所困扰,我们怎么办呢? 只有忏悔,台长现在教你们什么经文呢? 教你们的是,怎么样忏悔自己? 忏悔,实际上就能让你达到生与义三孽,逐步逐步的清净。 什么叫忏悔? 白话佛法讲给你们听,就是一块黑白,被你们平时做的事情,写成黑的了,被你们想的事情,写成黑的了,被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,全部把那个黑白,已经涂成黑色的。 你们想想看,这块黑白,那是多么的肮脏啊。 白话佛法,台长要告诉你们的是,忏悔,念礼佛大忏悔闻,念七佛灭岁真言,就是给你们的是黑板刷,你们有了这个刷子,就可以把黑板上的肮脏的东西全部给刷掉。 多好的经文,菩萨是多么的慈悲,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东西。 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地掌握这些东西,当你把身上的孽障,去掉你的牲口一三叶,你清净了之后,忏悔,你的功德无量啊。 所以大家要明白,忏悔那是非常非常好的法宝啊。 就是当你一张白纸,如果上面都是饿着东西的时候,你怎么样来达到你的忏悔呢? 只有当你真正学会忏悔的时候,你才得到忏悔的境界。 台长呢,今天呢,也是告诉大家,要好好地修,好好地学。 今天呢,半小时时间过得真快,那么时间呢,已经到了,那么今天呢,只能讲到这里,今天给大家讲的呢,是忏悔的妙用。 好,听众朋友们,那么记住,大家一定要记住,好好地跟台长,修佛修心,好吧。 拜拜。